罗友志,又,和东森前主播梁力分居于六年仍未离婚,二人形同假面夫妻。 资料照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,台客名嘴罗友志和妻子,东森前主播梁力分居于六年, 昨他上JET新闻哇哇哇,以前妻称呼梁力,经报这顿十年假面婚姻已悄悄崩坏把解。 一早,罗友志接受自由娱乐频道专访,澄清两人还没签字离婚,名义上仍是夫妻。 罗友志坐在节目上,以前妻喊梁力,让电视机前观众误以为他已重回诞生。 他说,两人目前还在打离婚官司,但已四年多没见过面,也没说过话, 十年前婚姻出现裂痕,至今已分居于六年,真的还没离婚。 不过,为何还没签字,要在节目上以前妻称呼梁力? 罗友志无奈说,工作人员和主持人郑弘怡都知道离婚官司还在纠缠, 也知道两人已分居六年,如果还称呼梁力。 为老婆,工作人员真的喊不出口,我也觉得很尴尬,最后只好以前妻称呼, 实在是因为节目中提及保险受益人话题,才会又提及梁力这个人。 梁力还在担任主播期间,曾在酒店将服务人员下跪,而有下跪主播封号, 她也因为此事而离开主播台。